农村的酒席卫生条件没有保障 为何却很少有人能吃坏肚子呢 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 莫过于村里人办酒席了 平时想吃去吃不到的东西 在这里是应有尽有 就算吃饱了人们还能打包带走 但随着人们对健康观念愈发看住 农村的酒席卫生条件 也引来了不少质疑 每次办酒席 基本都是在主家门口 随便找一个空地 摆上桌子 一般都是露天的 就连厨师做饭也是露天的 如果遇到下雨天 才会搭个蓬布 但难免也会有雨水进入饭菜中 总体看上去简陋又杂乱 很难让人相信它是卫生的 但即便这样 也很少有人在吃完酒席后拉肚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作为一个农村王 看到不少城里人对此进行抱怨 不得不说一下 城市饭店的饭未必能高得过农村酒席 再看这些年 城市饭店被曝光的食品安全问题还少吗 反而是农村酒席的卫生条件好 一直处于热搜 农村人之所以不去饭店办酒席 并不是资金问题 只是在酒店办缺少了一种氛围感 再者就是对饭菜的安全问题 如果在农村办酒席 大多都需要主家自己去采买食品 再加上厨子又是在自己眼前做饭 来往的宾客都能看到 至于为何很少有人拉肚子 主要原因有四点 都说农村的酒席卫生条件差 但农村人依旧坚持在农村办酒席 主要是因为热 再者相比酒店的卫生同条件 农村酒席却很少有人吃坏肚子 毕竟在农村办酒席的厨师 很看重口碑问题 一般宾客们都会去关注 是谁做的这趟酒席 如果做的好吃 卫生条件又能过关 那乡里乡亲们都会来在他做酒席 但如果一场酒席中 有很多人吃坏了肚子 那基本上就要和这个行业告别了 而且这些厨师为了自己的口碑问题 在饭菜上也不会偷工减料 所以在农村做酒席的厨师 对于卫生这一方面还是不敢马虎的 而且食材的新鲜度也是有保障的 曾经的农村酒席 一般都是由主家亲自采购食材 而到了现在主家一般不管是 全权交给厨师来采购 厨师自然更不能马虎 再加上他们作为一个厨师 与食材打交道是最基本的 时间一长都会有一个对接的商铺 所以食材的新鲜度是可以保证的 也就不会有吃坏肚子的问题了 再一个就是洗碗的问题 相信现在很多人都有听说过洗节精致癌问题 一般家里洗碗只会洗两遍 但是见过农村拌酒席的朋友们应该知道 洗碗工一般都会洗四到五次 洗碗的水也换得非常勤快 甚至很多主家拌酒席的时候 都有邻里来帮忙洗菜洗碗 这样一来碗筷的干净程度自然没话说 你有多久没吃过酒席了 相信农村的伙伴对酒席一点都不陌生 但近几年说 农村酒席卫生条件太差的声音越来越高 即便这样也很少有人在吃完后拉肚子 其实农村酒席要比城市的饭店干净很多 农村酒席的厨师 在做饭时就在大家的眼皮子底下 用的什么油放的几根葱 看的都是一清二楚 根本不敢出现不卫生的行为 至于拉肚子 其原因还是在于食材 如果食材都不新鲜 那饭菜吃了后就很容易拉肚子 虽然农村酒席的洗菜 洗菜的人不像酒店的人经过专业培训 甚至着装也很虽然 但是他们这方面的经验却很丰富 但是城市的饭店却恰恰相反 厨师做饭宾客们根本看不到 厨房一般都谢绝尽入 卫生条件根本无人可知 就算很干净 也可能有老鼠 蟑螂等 再加上酒店一般都不会浪费饭菜 剩下的都会存放在冰箱 并不是很新鲜 但如今很多治检部门 都会按时检查卫生条件 想必一些酒店也不敢乱来 所以一些人说农村酒席看起来卫生差 没档子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吃过农村酒席 看到的知识表面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去评论留言 跟 与 船 戟